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一生都会问我们在求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随时随地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求 因为求好像是人很本能的一种行为 我很诧异的是 为了准备今天这个样的信息 我翻一下那个圣经 我发现到 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求这个字 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 每一个人都在求 圣经里面的人 从贩服走足 然后到耶稣 都在求 每一个人都有所求 这表示什么呢 人都是有欠缺的 我们都有需要 但是我们求的东西 往往超过我们所需要的 也就是有些时候 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可是在某些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求的东西 不是我们需要的 而是我们想要的 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我们的欲望 人 其实我们在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面 神为我们人 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 阳光 空气 水 食物 但是人还是不满足 就是从我们的老祖先 亚当 夏娃开始 自从他们两个 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 人就开始有了欲望 欲望这个东西 往往会控制了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今天就设定这个主题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们一起来 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大概把它归类 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会求的东西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对 第一个不用讲 生命 对不对 大家都有求生 人都是有 不只是人 凡是生物都有生命 都有追求生命 求生的本能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 财富 我们讲说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万万不能 对不对 所以财富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也是重要的 但是它是不是最重要的吗 也不是 还有一个东西 自由 我们人 被创造 神造我们 就是自由的 我们这个自由 跟一般所解释的那种自由 为所欲为 我要做什么 做什么 那个是不一样的 基督徒的自由 是在主内的自由 在神的恩典之下的自由 另外 我们都需要 尤其是基督徒 我们都需要拯救 哪怕不是基督徒 我们也需要 有别人来拯救我们 有些时候 尤其我们 放眼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面 有很多的 国家 很多的人 尤其是在非洲地区的 有很多 他们 处在非常贫瘠的 这个环境之下 没有食物 没有衣服 没有鞋子 经常遭受到很多的天灾 还有很多的人的战争 人祸 所以 这些人 也是需要被拯救的 那么还有什么 指引 爱情 成就 智慧 快乐 平安 事业 美貌 美貌也是我们要追求的 对不对 知识 长寿 还有温饱 这是我刚刚在说的 有很多人 他们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温饱 家庭 我们 每一个人 都长大了以后 都会想成家立业 对不对 成家 所以家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民生 我们讲说 一个人的民生 他的 他的名誉 就是他的人的第二生命 所以仅次于生命 可是还有些东西 比他可能还要重要 其他的 还有能力 我们都在 追求各方面 不同的能力 经商的能力 读书的能力 理解的能力 同情的能力 爱的能力 对不对 各种不同的能力 这是神给我们 根据他 不同的 拣选吧 给予每一个人 不同的一些恩赐 有情 有情 我们都需要有情 我们需要兄弟之情 我们需要有情 对不对 那么 还有 我想 这个 大家都需要的 健康 神给我们健康的 身心灵 不光是身体 当然 在这边讲的是健康 是身体的健康 尤其现在这个世代 经常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病痛 感谢主 我们的师母 上个月动了手术以后 神 让他这个 经历了这一段 算是心灵上的 惊涛骇浪之后 终于 恢复平静 让师母得到平安 因为发现那个 肿瘤是良性的 OK 那么 每一个人都很关心 当我们的身体 出了什么状况的以后 我们马上就会想要去 就医 得医治 对不对 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还有呢 公益 怜悯 荣耀 我相信还有太多 还有很多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些都是我们这一生 当中 某一个时刻 我们在追求的东西 但是 我想请各位想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永恒的 是我们永远需要的 有没有 它会一直存在 可能 有吧 最后底下空了一个 我原来想给它添上去 但是我觉得 我宁可让大家去想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填补这个空间的 它可能只是一个 一件东西 但是 它可以让整个的 这个需要 得到满足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阿们 没错 就是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神 祂也代表 带象征着这个 永生 对不对 象征着 救赎 得救 象征着 其实包含了 种种 你看我们这 前面我这列了 十九样 我们的需要 我们在追求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地 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 跟神的生命这样讲吧 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主里面 主在我们里面 各位 这些东西 我们都有了 只要有一样 主耶稣 主耶稣 当然 其实 像这样子 好像一下就把结论 讲出来了 但是 但是 我们是人 我们生活在这个 五光十色 充满诱惑的这个 这个世界 这个生命世界当中 我们有很多需要 哪怕是圣经里面的人物 他们也需要 但是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们的需要 跟我们的需要 有什么不一样 在那个时期 主耶稣的那个时代 两千年前 跟我们现在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 好像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我们需要的 也就是这些 首先 我想 就生命来讲 OK 圣经里面 记载了 这个 不胜枚举 就是 主耶稣光是 医治 这个生命 当然是包括了健康的 还有生命 在里面 光是 不止一次地 让死人 从死里复活 拉萨路 还有 太多了 其实 讲不出来 然后 但是 确实 我们最 我们最清楚的 就是拉萨路 对不对 包括耶稣 他自己都从死里复活 对不对 好 然后 医治的呢 其实也是 也是 医治 也是从死里复活 就是 亚鲁 在 马可福音 第五章 第二十三节里面 亚鲁 求 耶稣 医治 他的女儿 亚鲁再三地求 耶稣说 我的小女儿 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 在她身上 使她痊愈 得以活了 然后 加百农的 百夫长 在 马太福音 第八章 第五节 求耶稣 去 医治 他的仆人 说他的仆人 也是 害了 那个 碳病 甚至于 这个 百夫长 他说 你不需要 自己去 你只要 说一句话 他就 病就得 痊愈了 很大的信心 还有 博赛大的 瞎子 他求耶稣 你只要摸我一下 我就可以 看得见 然后 第二个是 求财富 我们都在 好像在这个 在这个 世界上面 好像 大家都需要钱 都需要钱 中国人 有句话叫 君子有 君子爱财 取之 有道 圣经里面 对钱财 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 耶稣 对钱财 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 观点 不同的观点 他特别的 讲说 你们不可 又拜 神 又拜 马门 对不对 马门 就是那个 表示 那个 好像是 希伯来文的 财神 的意思 马门 但是 有一天 有一个 年轻的 一个财主 很有钱的人 他来 听了 耶稣的道 很敬仰 耶稣 想要跟随 耶稣 他说 他问 耶稣说 父子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得到 永生呢 耶稣就跟他 讲说 那你要 坚守 诫命啊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奸淫 不可 说谎 做假见证 他说 这些 我都做到啊 那耶稣说 很好 耶稣觉得 这个年轻人 长得又端正 品性也好 然后 性情也好 然后 耶稣说 那还有 你要把你 所有的一切 变卖掉 去分给那些 贫穷的人 然后 再来跟从我 一听了这个话 那个年轻的财主就 很 沮丧 就是 叹口气就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很有钱 很有钱 所以耶稣就用个比喻说 一个财主要进天国 进神的国 比骆驼 穿过 那个缝衣服的 真的眼 还要困难 骆驼怎么可能 穿过 真眼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耶稣说 像这样的人 财主要进到天国里面 耶稣说 没有说 不可以 不能 而是 很难 很难 那 这说明了 钱 财富 这个东西 对人的挟支 对人的捆绑 是多么的严重 多么的牢固 因为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钱财 财富 这个世界 有史以来 最有钱的是谁 各位你知道吗 小方知道 你说上帝 我说人 索罗门 索罗门 他拥有 这世界上 最多的财富 而且他很有智慧 但是到最后 他也什么都带不走 他也必须要 把这些财富 这些金银财宝 全部都留在 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 你看 当我们来活的时候 我们会受他的控制 我们以为 我们讲财主财主 我是这个财的主人 其实 往往是倒过来的 当你有钱了以后 你会被这个钱捆绑住 你会被这些财富捆绑的 然后你 很多事情你都不能做 你很多想做的事情 你不能做 因为你太有钱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这个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这个财主 可能就是因为 太有钱 所以他进不了天国 其实你说他富有吗 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因小失大 他真正失去了 是一个 进入到永恒 进入到天国的这样的一个 这张门票 就因为他 抓住他现在 这个 眼前他可以抓到的这个财富 他以为这个财富 可以给他带来永远的幸福 人而不然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生命都有限的 对不对 圣经里面讲说 我们 这个 常说的话 甚至我们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但是 还是有 结束的时候 我们原本可以 与天同寿 我们有一句老话 叫与天同寿 跟神 就是不会死的 但是因为 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 我们 有了罪 有了原罪 以至于我们的寿命 就一天一天地地减了 上古时期的话 圣经里面记载了 最长寿的是 那个马赌撒拉 活了969岁 就死了 但是我 为什么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人 因为罪 而且那个罪 它会像我们的病毒一样 你知道它会变种 它会变种 变种各种不同的 那个病毒 然后侵蚀我们的 神心灵 以至于 我们的寿命 就一天一天变大 当然 人类靠了自己的知识 好像 跟这个 大自然的 或者是 说跟 我不愿意说 这是神的 我不确定 是不是神的旨意 去再抗衡 因为 我觉得有些时候 病 除了 它是一种 罪的表现之外 还有 它是 我觉得 神也允许它发生 对不对 那我们靠着我们的知识 还有科技 然后延长 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甚至于我们可以自己复制一个生命出来 好比说 陶丽阳 将来会不会有复制人 甚至于现在有没有 都 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想的问题 但是 如果有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生命是从神来的 当初 神创造亚当 用地上的土 捏了一个人 然后 就给他取名叫亚当 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神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但是 人虽然可以复制很多的生命出来 但是这个生命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够称为生命 可能吧 但是它绝对不是有灵的 那么 人 我们可以活着 也可以像一个行尸走肉 没有灵在里面 我们其实在这个当今的社会上面 这世界上面看到很多的人是这个样子 感觉上他没有灵 或者是他的灵是很软弱的 或者是很灰暗的 起码不是上帝当初吹在亚当鼻孔里面的那一口气 所创造出来的 所创造出来的有灵的活人 那人即使 人可以做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 人没有这样的气 一口气 可以赋予一个生命 这样的灵气 其他的我们还追求的 有 子嗣 传宗接代 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生命跟自己的精神意志的一种延续 所以我们都希望有自己的后代 OK 但是 神对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都有一定的心意 一定的安排 不是每一对 都会有 因为每一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神拣选的人 是特别的不一样 但是 人我们往往会求 我们看到别人有 我们也想要 就跟神求 因为人喜欢比较 在圣经里面 比较出名的是 以萨 以萨 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呢 就是哈拿 在撒玛尔记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 哈拿 因为他一直生不出孩子 他就祈求 我祈求 为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 赐给我了 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很多 求子嗣 还有 求智慧的 所罗门 神喜悦所罗门王 于是问他说 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 所罗门很聪明 他真正是有智慧 但是他还是觉得说 他最需要的还是智慧 因为哈想 他跟神求说 我只要智慧 求你跟我 我是一个王 我身为一国之君 我需要有足够的智慧 来判断我的名 我去处理这个百姓的大小事情 那神就很喜悦他这样的选择 所以不但给了他智慧 还给他更多的财富 很多的恩典 然后 每个人都求 像参孙 他求的是自己的力量 在这边讲的 那个能力 能力 力量也是能力的一种 只是他是有形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physical power 就是身体的力量 那 三孙是 生来就具有神力的一个人 很多人 他的敌人都打不过他 他力量太大 很大 但是他的力量的来源 有一个秘诀 有个秘密 就是他的力量 是从他的头发来的 当然 不知道神为什么会 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 特别的一个恩赐吧 然后 人往往会 世才傲物啊 因为我力气大 或因为我才能比人家高 所以他就很骄傲 你知道吗 以至于在 人呢 敌人总是无孔不入的 当你想要打败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想方设法 千方百计的 想尽各种的计谋 要去打败你的敌人 他的敌人也是这样子 他的敌人就买通了 大力拉 就是迪莱拉 迪莱拉应该跟他的关系 应该是男女朋友吧 他的情人 然后就算是他枕边人嘛 就买通了他的这个情人 就想要探知 他的力量的来源 从哪来的 大力拉问了他三次 其实 参孙他这个人 也是他有警觉性的 他不会轻易地 把他的秘密告诉人 然后三次 他都骗大力拉 他说 我随便找一个理由 他说你只要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很轻易地把我 我就没有力量了 就可以把我捆绑起来 然后三次都错了 那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 第四次 参孙 还会跟 这个 告诉 这个大力拉 为什么还会告诉他 我照理说 我们这已经有前车之鉴了 对不对 我们 学一次教训 这个 吃一次 这个苦 受一次乖嘛 对不对 但是 他第三次 说了三次以后 他第四次 终于把他真正的秘密说出来了 这就是 这个 英雄 我们讲英雄难过美人观 对不对 就是 这个 一个 英雄好汉 碰到一个娇柔的 一个 这个 女人的时候 就对她的甜言蜜语 或者是 这个耳边的细语 她就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抗拒 她就一五一十地 老老实实地 把她的秘密说出来了 后来 结果 终于因为这样子 被她的仇家 被她的敌人 抓住了 甚至于 把她的双眼都挖掉了 她变成一个瞎子 到最后 他们要在杀她之前 还把她带到 很多人的地方去 好像是要 要给她 示众一样 我们讲斩首 示众啊 在一个很大的 一个营帐里面 参生就 跟神祷告 说 求你给我力量 恢复我的力量吧 让我能够报仇 人家把她的眼睛挖掉 最后 参生他用了一点 小计谋 就让看守他的人 带他到 支搭帐篷的 那个柱子旁边 他说 你让我靠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 我才不会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他瞎了 所以他可以靠在那个地方 那个人呢 也不宜有他 就带他去了 好了 这时候 神给他力量 参生 使出了他最大的力量 把 那个 帐篷的 那个 支搭帐篷的那个柱子 整个 推倒 需要很大的力量 推倒了以后 整个帐篷 垮下来 包括 产生他自己 还有他的仇家 敌人 全部都压死在 那个帐篷底下 比他生前 所杀的人还要多 这是 参生跟神要的 求的力量 神也 成就了他的 他的愿望 然后呢 还有求什么的 保罗 这时候 保罗虽然 在讲说 别人在 他写给 腓立比书 在腓立比人的书信里面 就说 好像 他有点埋怨 他说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 都不求 耶稣基督的事 他说 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的益处 要求别人的益处 但是 其实 保罗还是有所需求的 他也跟神求 其实 他为他自己求的 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他三次 保罗曾经三次求神 拿掉他 身上的一颗刺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照理说 你不要说求神了 我们自己都可以完成的嘛 在现代来说 我们随便找个医生 哪怕是我自己 拔不到 找自己的家人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找我太太 对不对 帮我拿一个镊子 把那个刺拔出来 对不对 但 如果他刺了身的话 我们可能要到医院去找 请医生 开刀 把他拿出来 对不对 但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不算是 多大的事情 他跟神求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当然那个刺 一定让他 非常的痛苦 非常难过 但是 这么小的事情 神竟然没有应运他 没有答应他 很奇怪吧 我们看到圣经 我才知道 原来 保罗的 他自己的领 他的领受是 让这根刺 提醒他 不要让他自大 人很容易这样子 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可以自得意满 自得意满 我们就觉得说 一切都很好 我们就忘了 就会得意忘形 他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 OK 然后 在圣经里面 我想大家都知道 求得最多的应该是谁 大卫 你看那个 大卫写的诗篇里面 每一篇里面都在求主怎么样 求主来 为我 为我 为我生冤 求主 让我免除 那个 逃避 敌人的追杀 别人对我的 那个 吃笑 求主 为我征战 把那些人 打破 打断他的筛骨 各种的 求啊 你知道吗 保罗求了很多 虽然他有些求神的事情 在我们来看 我们觉得说 好像 如果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这样跟求神 我们这样子跟神求的话 我们自己都听不下去 叫我们去 叫神为我们报仇 去让这个人 不要说是 击杀某一个人 要让这个人 没有好日子 诅咒别人 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主啊 你一定不喜悦 我们这样做 但是很奇怪的是 保罗在他的 这个诗篇里面 写的诗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咒诅他的敌人的 你知道吗 但是 神很显然的 特别的偏爱保罗 对不起 大卫 所以 后来 又立了他做王 那 还有 其实你看 除了这些人之外 连鬼都求 鬼也求主 鬼求的是什么 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了 然后他经常 出没在那个坟墓里面 然后呢 耶稣他们靠近的时候 那个鬼就出来 他知道耶稣来了 他们就怕 开始恐惧 他说 你 我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赶我们走 我在那边好好的 我没有惹你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要惹我 他甚至于 刚开始的时候 还语带威胁 我与你何干 但是到最后他知道 耶稣是有权柄的 他们就跟耶稣求说 求你 吩咐我们 既然我不能继续地 留在这个人的身上 对不对 求你吩咐我们到猪屋里面去 耶稣就问这个鬼 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叫群 为什么叫群 因为他们人很 不是人很多 鬼很多 那耶稣就吩咐他们说 好 那你们就到猪群里面去 旁边正好有一大群的猪 在那边吃东西 这些鬼就 附着到鬼的 那个猪的身上去了 这些猪被鬼附着了以后 就 就疯了似的 就往悬崖边上跳下去 全部都死了 那个猪大概有两千多只 有两千只 所以你看 可见的 一个人身上附着了那么多鬼 那个人还成人形吗 但是 鬼也要求 求主 他也有所求 但是他们求的 跟我们求的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些东西 他们是不能求的 他求也求不到 神不会应许他们的 所以他只能够求说 我既然不能待在人的身上 让我们待在猪的身上吧 耶稣也求 耶稣 他虽然是 他也是神 他又是人 他也有软弱的时候 他也有痛苦的时候 在他人生 最低潮 最痛苦的 最黑暗的那一刻 莫过于是在 克西玛利园 最后晚餐之后 他跟门徒们 吃完了最后晚餐 他自己一个人到旁边去祷告 因为他知道 那个时辰到了 那些犹太人 还有那些官兵要来抓他 他就到旁边去跟神祷告 跟天父祷告 那个时候 我相信那是 耶稣最软弱的时候 他甚至于跟天父说 父啊 倘若可行 叫这一杯离开我 因为 那个是很 非常 恐惧的一刻 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黑暗 充满了无助 所以他跟 神祷告说 如果可行 叫这一杯离开我 这一杯表示说 他必须要去 去做的这一件事情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那个时候 是耶稣最需要的时候 最软弱的时候 但是他也知道 他必须要完成这一切 这是他的使命 所以 从这件事情 我可以体会到 就是 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吗 我相信各位 可能也曾经有 这样子的体验 就是 很多事情 我们不能做 很多事情 我们又非做不可 我们 往往就是在 在拉扯 跟这个世界在拉扯 我明明很想要 但我不能要 别人都可以 好像坦然无惧 好像很理所当然似的 去做很多事情 在我们眼中 我们认为说 其实在旁人眼中 认为说 没有什么 但是 我们不能做 这对基督徒来说 是一种煎熬 是一种熬炼 所以 慢慢慢慢 久了以后 当你习惯了 你就会体会出来 为什么 保罗说 坏难生忍耐 忍耐 忍耐生老练 当我们老练了以后 就不以为然 老练生盼望 你知道吗 那盼望是什么 盼望就是 我们有 更高 更大 更远的一个目标 更有价值的一个目标 就是天上的奖赏 所以 眼前的这一切 不重要 盼望 而不至于羞耻 为什么不至于羞耻 因为 这个盼望 一定会成就 神一定会成就 所以 我们没有什么 好羞耻的 反而是 那个时候 要得荣耀 那 我们虽然有 这么多事情 我们这么多的需要 这么多的要求 但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们祈求 耶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但是 他又说了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嫁给你们 神能够照 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 大能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 其实 这样看起来 其实我们 我们真正 好像不需要求什么 因为我们 心里面所需要的 神完全都知道 神知道我们需要 什么东西 其他的 这个 往往是我们想要的 是我们想要的 举例来说吧 我不好拿别人的例子来说 我只好拿我 自己家人 我的姐妹 来说 只有你 你可以 我太太 韦韦 她是一个很 真实 很直接的一个人 很可爱的一个人 她从不隐藏自己的情绪 从不隐瞒自己的 所求所想 她想要什么 她就很直接 她甚至于跟神 祷告的时候 都跟神说 阿爸天父 我要钱 她的 我说你能不能 含蓄一点 她说这是 这是真的 OK 对 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有需要 但是 神有神的时间 我刚刚在说 我相信 神对他特别 神对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心意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就拣选我们 成为他的亲密 这里面 还有一个 愿意不愿意 你有没有自觉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意识到 神在使用你 你愿不愿意 去做这件事情 当你愿意的时候 你就成为神 神的亲密 而且我们要尽量地 让自己成为神 可用的亲密 先把自己倒空 OK 然后 因为 我相信 我也认知到 神对我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心意 神要使用我 至于要使用我在神 哪一部分 哪个地方 我不知道 我只有有一颗 愿意的心 我跟神这样的祷告 我说我愿意 前面我们再讲的财富 钱财的这件事情来说 好了 五月份的时候 相信各位 大家都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身边 由自己手上 有很多事情都停摆下来 或者是有所变更 延荡下来了 然后 一切都停下来了 感觉上 我们好像进入到 以色列人的旷野一样 神没有任何的启示 起码对我来说 我没有从 自己的生活里面 感受到 神要我 我不知道 神要我做什么 我只知道 我要安静地等候神 这一等就三年多 当然 跟以色列人比起来 差多了 四十年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但是这三年多 老实说 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 任何一个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煎熬 尤其在财务上面 它是个压力 你知道吗 很简单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的工作 我是一个演员 如果没有演出 你就没有收入 对不对 那么 这就对我们来说 形成一个压力 五月份的时候 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大陆的经纪人 打电话来说 有一个机会很不错 希望我能够 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 先到那边去 先进行一个 十四天的隔离机 然后开始工作 他说 对方开出来的条件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算是很好的 算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一看一下 我的行程 五月份 有四场 的 分享见证 在中南部啊 各地都有 六月份 有三场 七月份 最迟的一个七月份 是七月十号 七月十号 我说 哎呀 这怎么办 如果按照往常的话 因为通常 见证分享的话 都是在礼拜天 那个时候 那么我只要 因为现在 那个时候了 两岸 其实来往 其实 蛮方便的 我当天就可以来回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 除了要到那边 隔离之外 然后 对方 我就算去一趟 要隔离 然后回来 还要隔离 就是双重的 隔离 这样子一来的 把时间压缩得非常紧 显然是不可行的 我这样子 两边来回的 这样奔跑 是不可行的 然后 对方就要求 就是 经纪人要求说 你有没有可能 换一种方式 会跟他们延期 或是把它取消掉 我说不可能 这是我 不要说是我 跟神的约定吧 算是我对神的一个 承诺 也是对教会的一个承诺 我怎么可能随便这样子 对不对 这是 我早就已经把传福音 列为我生命当中第一要务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 比传福音更重要了 虽然我也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 我现在为了神 我只有 只有把他放弃 他说有没有可能用线上去 用 像我们这样子 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去传福音 去分享 我说如果 对方的教会愿意 或者是他们可以 我就可以 但是因为教会太多 不光是一间两间教会 五六间教会 思考之下 我就跟他讲说 算了 不要 就放弃了 他说很可惜啊 当然 就任何一个人来看 很可惜 那个 收入还蛮可观的 但是 我也想 反正这些东西 这一段三年多 我不都过来了吗 神也一直在供应我 对不对 我真的缺吗 感觉上好像缺了 对不对 每次要缴贷款的时候 我就开始愁了 对不对 但是每一次 也都观光难过 观光过 神都会供应 最重要的是 在我的心中 我的那个排列 价值的排列顺序 已经有了一个 一个定序了 神国的 天国的事情 是第一药物 我把神放在首位 我要得的 我在求的 已经不再像是 以前 我在 只是一个单纯的演员 在求的东西 名啊 利啊 豪宅啊 名车啊 名表啊 这些东西 不是这些东西了 这些东西 我就像 我特别能够体会 保罗的心情 我看这些东西 为粪土 虽然还没有 我没有像它那么伟大 那么的 那么坚决啦 有时候我偶尔还是 会需要 但是 它的价值在我心中 已经是不像以前那样子 那么的 那个地位那么高了 所以 我要得的是天上的奖赏 其实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其实不外乎 只是想要跟 让大家 我们自己去检视一下 我们经常在跟神求 基督徒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 让我们跟祂祷告 去求 当我们在求的时候 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经过 我们的圣灵的一个 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 那圣灵会提醒你 去让我们检视一下 我们真正求的是什么 我觉得 在所有的 圣经里面的人物 还有使徒里面来讲 我觉得大卫最聪明 他求的是 他说 在诗篇的二十七篇 第 二十七篇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 我希望 其实我 我很羡慕他 我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够 像大卫一样 一生一世 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在让他的容美 在他的殿里面求恩 感谢你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